两百年的等待 却连至爱之人的面容 都没能留在记忆里 紫渊的爱情 是长于春梦几多时 散似秋云无蜜处的遗憾 自战场一别 她承受着忘却爱人容貌之苦 忍受着刻骨铭心之痛 在他们曾经一起生活过的地方 苦等可残忍的事 最终她却是再也见不到她了 空桑的建立 是踩着全仙娇人的血泪和尸骨 作为基石的 海国的青囊相助 换来的却是家园敬毁 子民 所以 骄人与空桑人之间 隔着的是七千年的血海深仇 可紫渊却还是爱上了 出生空桑赤之一族 经过美貌与实力并存的女子 赤猪斐力 她救她于危难 让她能够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教她法术建法 让她于磨难之中 获得自保的能力 两国之间隔着血海深仇 所以深刻而美好的相遇 只是结束一场 可这场深爱 从开始的那一刻 便早已犯 即便紫渊明知道 这个如天神一般降临 将她救出苦海 带给了她一场光明的姑娘 根本不可能会属于 可她依然执迷其中 不能自拔 曾经身为赤族郡主的赤猪斐力 救下了会在未来 成为副国军首领的紫渊 后来身为赤族郡主的朱颜 又救下了生父海黄血脉的苏莫 似乎所有人相遇 都是命中注定 只是这场缘分 最终都遗憾收场 紫渊失去了一生之中 唯一认定的爱人 朱颜之死都没有找回 被她当作弟弟的孩子 红颜远 相思苦 几番义 难相复 那个献衣怒骂 热烈得如同娇羊一般的少女 在紫渊最无助的时候出现 她救了她的性命 她为她献出 在空桑人统治之下的云荒大陆 娇人的日子 过得凄惨至极 只因七千年前 单纯善良的海皇纯黄 爱上了一心要结束云荒战乱 为百姓带来安宁的白族少女白威 即便白威早已心有所属 可纯黄依然为了她亲近所有 却没想到 为此赔上了整个海国 当年 新尊王与白威皇后 得海国全仙娇人相助 霍皇天后土戒指 得到了上古神力 征和护 两人通力合作 抗击苍流 镇云荒 平漆海 建立空桑 成云荒之主 后因新尊帝 憎恨海皇纯黄暗恋白威皇后 又继于娇人一身价值连城的宝物 便恩将仇保 和六部之力 将全仙的保护神从碧落海擒出 强行封印 正已久一山之下的困隆院里 自此之后 全仙便没有了庇护 那场大战之后 海国平 娇人既眉为奴 空桑人处之 去眼泼谷 以获其力 东是常年闻悲弃呼号之声 而贵价 巨骨日如万金 也成有此心 娇人天生寿命很长 却无来世 他们拥有绝世的容颜 美丽的歌喉 诱人的身段 额间的红色印记 格外娇媚 并且 娇人魂绅士宝 地类成珍珠 双眼可化为宁碧珠 所知的娇消杀 更是价值连城 奈何 仅因空桑的私欲与卑劣 便令这些原本无忧无力的生活 在碧落海中的娇人 沦为空桑最凄惨的 他们卑微如蝼蚁 命如草芥 为空桑贵族的玩物 世代为奴为娼 永世不得自由 在千年的时光中 没有任命的娇人 组成了富国军 一边解救娇人 一边等待海皇后一回归 只愿与妹妹如意 便是富国军的后代 只是因为意外 兄妹二人被空桑人所捉 沦为奴隶 不但与家人失死 兄妹二人也被迫分开了 在一众娇人里 紫渊的长相尤为出众 可她并不乖巧 经常伺机逃跑 因此被折磨的遍体鳞伤 即便遭受各种虐待 紫渊依然不屈不挠 在一次试图逃脱牢笼之时 被路过的赤族郡主 赤朱斐力所救 她买下了紫渊 将她带进赤王府 对她细心照料 从未将她当作过奴隶 虽然出生空桑王室赤之一族 可赤朱斐力却于那些 丧心病狂 利益熏心的贵族完全不同 她善良正直 一身狭义之气 武功高强 兴华百姓 庇护族人 虽是女子 却有不属于男子的英雄气概 后来紫渊还知道了 她有一个十分有气质的名字 叫做耀仪 赤朱斐力是赤族近代后人之中 天字最高 容貌最美的一个 她自幼修习术法 练习剑术 年少之时 便剑术精妙了 她将紫渊捡回了家 却没有限制她的自由 而是以真心相待 教她法术 传她剑术 如果相遇之初 紫渊对赤朱斐力 仅仅是感激之情的话 那么后来的朝夕相处 共同生活 便令紫渊深深 她原本不该爱上的空桑郡主 只是 紫渊的心动 注定不会有结果 他们之间隔着的 不仅仅是空桑与海国之间的恩仇 还有赤朱斐力 守护赤之一族的责任 赤朱斐力是同辈之中 最优秀的 海英剑术无人能敌 或封空桑剑上 族中早已认定 她会使赤族未来的 空桑建国千年以来 六部之间不但是相互制衡的 也是相互合作的 联姻更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因此 赤朱斐力作为赤族郡主 与玄王幼子 定下了婚约 明知没有结果 却依然交付真心 爱情又哪里是理智 可以约束得住的呢 全先教人 一生一世 只能爱一个人 他们生来本无男女之分 只有动情之后 才会为心爱之人 化身为男教 而一旦化身 便是甘愿为一人 终其一生 同族人相爱 化身不会疼 只有爱上一厢人 才会经历断骨裂碎 家伙 只愿为了赤朱斐力而化身 经历了痛彻心扉 仿佛身处炼狱一般的化身之苦 为心爱的姑娘 化身为了遗 遗憾的是 只愿深爱赤朱斐力 却永远无法与她相守 她深爱着她 却要看着她成婚生子 多过属于自己 命运让他们相遇 却没有给他们彼此交缠的机会 有始至终 紫渊都像是一个旁观者 只能在她的身边 赤朱斐力继位为王 成为了赤之一族的掌权者 她拥有绝对的权力 也拥有强悍的实力 为守护空丧 和无数次的舍身忘死 敦赴战场 而每一次 紫渊都会陪在赤朱斐力的身边 她的命是她救的 她的剑术是她救的 那时候的紫渊 无暇顾忌 只是想要一心一意地 守护着她心爱的姑娘 可命运和其残酷 仅仅是这样的希望 都不给紫渊留下 美好的相遇 温暖的相守 终究抵不过生死相隔 在那次惨烈的战役之中 赤朱斐力拼尽全力抗敌 最终敌人退了 可她却也奄奄一息了 被一只利剑刺穿身体 赤朱斐力知道 自己活不成了 当时的紫渊 无法接受爱人离去 想要为她殉情 赤之一族失去了 自己这位女王 便会陷入婚了 而可以护住族人的 唯有紫渊 因此她告知紫渊 空酸人不似全仙娇人 虽受命短暂 却是有轮回转世的机会的 所以 虽然她马上就要死了 可紫渊的寿命还很长 她一定会等到 自己的转世出现 他们也会有重逢之 可实际上 前世今生 从来都是不同的 所以即便真的能干转世 大概也不算是同一个人了 更别提茫茫 两个人还为相识之人 想要相遇 谈何容易呢 因此 赤猪斐力给了 紫渊活下去的希望 又用尽最后的力气 抹去了她记忆里 关于她的英容相貌 便是 总有一日 她会将她忘记 可她终究是 低估了娇人的深情 自此以后的两百多年 紫渊从未忘记过 赤猪斐力 也没有忘记过 答应帮她守护赤族的承诺 即便她早已不记得 她究竟是什么模样了 却依然怀揣着希望 等待着她的归来 一句来世再见 便令她苦守百年 在这期间 赤族内乱 使她拨乱反正 扶持下一届赤王上尉 她真的将她 当作自己的族人在爱护 但即便为赤之一族 做出如此贡献 只愿留在赤王府的初心 却从未变过 赤猪斐力被称为 赤之一族近三百年来 最伟大的王 作为陪伴她出生入死的娇人 只愿在赤王府的第一 但是 她却只愿做一个总管 在赤王府的背后 默默之称 就如同那些年 她默默守护着 心爱的赤猪斐力 两百年过去了 赤王府换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可紫渊的容貌 没有丝毫变化 到了朱颜君主这一代 她身为赤王独女 受尽了宠爱 就连紫渊对她 也是有求必应的 这位赤王府 独一无二的小郡主 可以说是紫渊一手带大的 她玩猎闯祸的时候 冰中为难的时候 都塌手 或许 朱颜的美丽 天真 果敢 和那富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 都像极了她记忆深处 那个容貌不详 但回忆深刻的女子 朱颜是颜控 从小便很依赖紫渊 小时候 她叫她渊总管 长大后 她叫她阿渊 只因在她年少的情话里 以为对她的喜欢和依赖 便是爱情 那和紫渊的宠溺之中 更多的 却是对赤猪斐力的承诺 和爱无及物的亲情罢了 紫渊是赤猪斐力 一手调教出来的 法术与剑术都很高超 那时候的她 已经加入了副国军 成为了全线 副国军的左权使 多年来 她利用赤王府 获取和输送情报 在守护赤王府的同时 也在努力地寻找海黄血脉 身为海国的一员 她也在等待着 海黄回归 龙神破风 全线交人回归碧落海的 那一天到来 却没想到 她没能等到碧落海 重开的那日 也没能等来 与心爱之人的重逢之时 朱颜喜欢紫渊 竟然用大神官 食印给她的玉谷三师换术 令紫渊将她误认为是吃猪斐力 幸好朱颜的 令紫渊迅速清醒 但这件事被车王得知 她一怒之下 将紫渊赶出王府 并迅速为朱颜定下了 与西荒四大部落里之一的 霍徒布的老王爷 被大妃苏打 联合大巫师索朗 下厄咒而死 之后棋子科尔科亲王继位 朱颜便是被父亲 定给了年轻有为 骁勇善战的科尔科亲王 只是不愿屈服命运的朱颜 最终选择逃婚二 霍徒布老王爷 曾有一位极其宠爱的侧妃 名为鱼姬 她是娇人 长得倾国倾城 虽然带着一个儿子 却还是被老王爷宠了很多年 奈何老王爷生死之后 这位绝代家人 便被凶狠的大妃苏打 做成了人质 受尽折磨 就连鱼姬的儿子苏母 也过得十分凄惨 鱼姬的儿子苏母 是她意外吞下一颗胶珠后 有孕产下的